好 大家好 我是阿妹 有沒有感受到呢 南部這個火辣的天氣呢 豔陽高照 天氣非常的好 那今天呢 可以說是個遊夢特輯啦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居酒屋呢 通常都是單點沒有吃到飽 那我就很好奇 我最近呢有小櫥的一筆錢 我就來試看看 到底呢 我在居酒屋裡面 如果以單點來說 吃飽要花多少錢 希望不會把我裡面的預算 給掏空 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家 是在高雄鳳山呢 平價滿高的一家居酒屋 那麼我們就要來吃看看 今天阿妹吃飽一共多少錢 走 我要點餐 謝謝 因為我今天的目標呢 是要來做單點 所以它前面呢 雖然很多的套餐 但是這個階段的 我套餐要先跳過 然後前餐的話就 然後呢 還有這個 我有先來訂的 就是 紅群雞肉海鮮雞湯下鍋 然後 再一個 川辣牛奶雞湯火鍋 那我們先講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就等上菜 好咧 我的午餐已經準備好了 剛剛呢 就稍稍微的點了這些東西呢 家家大概有 其實家店呢 說我買了私下就會來吃的 那我每次來必點的呢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 明太子烏龍麵 他們這個呢 就烤雞肉串的中和版 因為他們家的那個 真的很好吃 那另外呢 我今天可以說是 衝了這一鍋而來的 因為這一鍋呢 在之前高雄市政府呢 有辦那個大港吃鍋的活動 那在所有高雄有參賽的 火鍋店當中呢 脫穎而出的家座 就是這一個 紅群雞肉海鮮雞湯砂鍋 聽到這名字不得了吧 有紅群 有雞肉 有海鮮 所以這一鍋呢 可以說這個最澎湃的鍋物 也難怪呢 可以在比賽當中呢 得到家座 火鍋熱熱是才好吃嘛 所以呢 我們先拿去旁邊 我們先加熱一下 海鮮有點重低啊 先來個飲料 潤潤好 然後啊 你知道他們家的戰斧豬排呢 一直是我很嚮往的一道菜 然後有時候如果自己來的話呢 就有說今天不要吃得這麼好 所以呢 就沒有點過它 那今天呢 既然他們還有戶存 他們今天還有備貨 那我就點個戰斧讓我來看一下 你看看這個戰斧啊 有沒有 我的臉還要大 對 就這個概念 然後雖然它有附那個刀叉給你啦 但我想說自己吃嘛 那就不要刀叉啦 好 好厚喔 不知道它真的很滿足耶 滿口的油香味 但是因為呢它是烤過的 所以我剛剛吃的邊邊啊 我想要先吃它那些 它那種 北斐的白白的肉 油花 就很好吃 但是烤得剛剛好 再來呢 這個是我必吃的 他們家的雞肉串呢 就是四種口味 那每次來呢 我都是點這個中和版的 因為我覺得它以上四種口味 都超級的好吃 就是 但是 所以你太久的話 你知道吃他們的雞肉串 因為它好濃喔 因為我現在我覺得 有些烤肉店呢 他們的醬料只會給一點點 然後他們呢 會把上面整個雞肉串就鋪滿 他們所有的醬汁跟醬料 他們家的烤節瓜呢 切得又肥又厚 那裡面它是烤過 外面是軟軟的 那裡面還保養那個 節瓜的清脆的口感 節瓜真的好好吃喔 味噌魚 它是我從小到大的回憶 因為我幫媽媽 他們去吃一些 日式料理店的話 他們一定會點那個 味噌魚給我們 因為它比較沒有刺 然後對小朋友來說呢 是非常友善 就不用怕被魚吃噎到 所以呢 吃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吃回憶 沾點 氣味粉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味噌魚裡面那個 很汁的耶 它這裡面的汁 都是直接鏡頭看來倒的耶 然後每次來一定要吃的 就是他們家名太子烏龍麵 因為我覺得啊 你知道我們吃過那麼多的地方 吃過那麼多的餐廳 走遍大家南北 烏龍麵好吃的 麵體呢 一定是 但戰旗烏龍麵啊 它本身的成本呢 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不是每間餐廳呢 都會選用 戰旗他們家的來做料理 可是這間風景廳呢 它是有自始至終 每次來吃 他們家的麵呢 依然可以保持這麼的Q彈 然後它的醬汁 永遠都給得這麼的多 你看人家一夾 每根麵上面都有蒸到它的名太子 吃一人份 很多吧 這個量應該連男生一碗就飽了 味道真的沒有變過 一直都這麼的濃 它絕對不是因為我們來拍攝 可以給這麼多的醬喔 它說我連平常來吃的時候 它的醬都這麼多 我吃到一個超好吃的東西 就是深海牛奶炸牡蠣 我剛剛一口吃到說 我的媽媽也太好吃了吧 咬開讓大家看一下 它雖然有包麵皮 但抵擋不住他們家牡蠣的 那種濃郁的味道 就是深海牛奶的味道 這炸牡蠣太好吃了 然後這個是明太子玉子燒 你看我多愛吃那個明太子就好 好吃潤的蛋喔 它加著玉子燒 還有帶一點點檸檬清香 會老想到是那個 檸檬蛋糕的感覺 是時候來喝點熱湯了 好濃的海鮮味 而且它裡面下面呢 其實鋪了很多的蔬菜 所以它裡面會有喝得到 那個蔬菜的香味 然後紅蟳的味道呢 會有淡淡的海鮮的鹹香 我覺得它把蔬菜啊 海鮮跟肉品的味道 融合得還挺好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雞肉看起來 因為帶皮嘛 所以油分多了一點點 可是它的湯呢 不會油油重重的 因為它剛好有差 去平衡那個味道 喔 還有那個蛤蜊的味道 很香 吃得好嫩喔 我看到遠方有一位男人 手上拿了一個禮盒 勢必是要給我連什麼吧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半熟禮 也太好了吧 歡迎歡迎阿妹 謝謝謝謝 這一個是我們今年 推出的一個 干貝雞肉粽 喔 人家是不是太厲害了 什麼錢都會賺 它就是我們封建機的 河樓棒 其實我們應該也算 試鎮去一段時間了啦 所以我們第一次 我來他店裡面吃飯 我第一次來就吃掉你們家 一百罐壽司嘛 是啊 是啊 然後又吃了兩個鍋嘛 那時候讓我驚為天人 又喝了無數杯飲料嘛 是 對 世子之後呢 我們三不子就會來造訪一下 而且今天呢 我是看到我們之前有參加那個什麼 大港吃鍋比賽對不對 你們家這鍋 果然是不得了 可是這是你自己發想的嗎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招牌是一個 所以客人要吃這一鍋 都要先提前一天跟我們訂 喔 要先訂 要先訂 我們才會幫他準備活的紅蟳 所以活的紅蟳 加上我們自己熬的這個雞湯 加上我們新鮮的雞肉 就會造就這一鍋 非常好吃的紅蟳雞肉粿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很 因為我今天來都吃小鍋嘛 對 我想說那我來吃一下 你們家的家座 沒有 他們家家座很大鍋耶 是是 而且重點是它不貴耶 它不貴啊 因為其實你去菜市場買一隻活的紅蟳 基本上就要四五百塊 對 那你這鍋你看只賣 九百九 是不是很划算 還有兩倍 火體 大家覺得高雄的東西就是偏評價嘛 對 但是我們高雄評價歸評價 但是裡面的東西絕對真材實料 是啊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戰斧算是新商品嗎 對 對不對 是這一期新商品 我之前來還沒有吃到嘛 對 所以我今天來不得了 因為像我們之前在北家店 有錄過戰斧 它的肉呢 就比較不會像今天 那麼的汁比較厚 所以 對 關鍵 關鍵 關鍵就在於 輸肥 我們要煸輸肥 真空之後先輸肥 對 所以你們不是這樣直接拿下去 直接做處理 而是要先輸肥或 難怪可以這麼嫩 我就想說你旁邊那一大塊 明明都是瘦肉 所以我看到一整隻拿起來 咬或嚇一跳 基本上我們會附刀叉 好啦 我們先去結合肉吧 謝謝 謝謝 打開這個 你看裡面那個蛋 有沒有很厚 那味道好濃郁喔 這樣旁邊啊 卸下來之後 它裡面是它那個蛋 超多的 我怕有一半藏在這邊 還沒有挖出來喔 我才挖了一點點而已 就這麼多了 這茶飯院 我居然在火鍋裡面找到了這個 哇 這太驚人了吧 有沒有完整啦 四九 吃個造型 怎麼現在還有出這個造型的 那麼可愛 叫什麼 難以為我 吃的是 好 接下來我要來吃的是 日本青甘魚下巴 它這個下巴呢 就比一般我們在外面吃的下巴 還要再大塊 它的下巴怎麼這麼肥啦 正面 側面 就是肥有沒有 肉好多喔 肉好多喔 它肉超厚的 嗯 扒開的這一幕 真是療癒 哇塞 它那個油亮光澤感 嗯 我愛他們蛋的魚下巴 哇塞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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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膏 跟那個蛋 果然是活體的 難怪要前一天 一約 一約 這個才叫海鮮拼盤嘛 它有魚排然後蝦子還有牡蠣 一個就火鍋吃的熱熱的 然後再來一口冰冰的飲料 就覺得舒爽 不會耶 而且我吃火鍋一定要配冰 要不然就要配雙琴琳 然後雙琴琳我要放到它融化了之後 當奶昔喝 剛剛好 因為艾倫真的好笑 我們這邊不是錄那個也是很大份的冰 然後想說怎麼艾倫吃的那麼快 突然發現 她把水加進去 我說還可以這樣操作 我都沒想到 動到我連那個舌頭跟這邊氣管 整個是很動 讓它變成水水的 對啊 沒想到 因為我那個是要喝的 結果艾倫就倒進去說 我們沒想到可以這樣子耶 他們常常在比賽 他們真的吃到好多撇步 那我今天點的鍋呢 還有另外一個 它是川味麻辣鍋 但它有牛奶風味 所以想說 我還沒有吃過像那種 川妹 川妹 川... 我想說呢 就把那個川味麻辣鍋來點開看 因為那是牛奶風味 可是它那個牛奶呢 卻沒有完全的 它不會把那個麻辣的味道給掩蓋過去 反而會讓它那個川味的味道 變得比較柔順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吃小小辣或微辣的人呢 也不妨可以來吃吃看他們家的這一款 因為這味道呢 是好喝的 而且呢 它又不會到太辣 不會讓你就是 在那種大熱天裡面呢 就是汗油加倍的感覺 然後最喜歡他們家的塔塔醬呢 希望他們家的塔塔醬喔 連裡面都有明太子喔 明太子就大浪用 然後不手軟 很好吃 那我剛剛呢 在吃上一鍋的火鍋的時候啊 還想說 欸這個丸子應該就是普通的丸子 結果沒想到我吃一個驚為天人 結果他們家這個 裡面那個內料的那個丸子 還好我剛剛是沒有那麼燙的時候 一口塞下去 你知道它裡面會爆汁爆漿耶 它可是跟一般吃的 我們外面我們香菇 購完那個很不一樣 然後它的丸子裡面 好像有一個丸子的感覺 好像還有枸杞耶 不過好好吃喔 我難得會對一個丸子這麼的耳樂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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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i 好了 全部完食 但是呢 那個裡面被我 我到底在超回答 真的不好意思啊 微焦微焦 但是還好沒有影響到食物的美味 剛好沒有我自己火開太大 我今天全品像我大概點了 應該有14道菜吧 我想 然後呢 附上他們這個點鍋裡面 原本就有兩杯的飲料 我家點了一杯 是我今天一共喝了三杯飲料 然後吃完了14道左右的菜 那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就是呢 其實老闆很用心 他大概呢可能一段時間 就調整一次菜單 當然會把一些呢 很經典的保留下來 就像我個人最愛吃的雞肉蒜 跟明太子烏龍麵那一道呢 目前是一直都有 又也是店裡面的招牌菜 那我這次來呢 也有新增了幾樣菜色 我也點給你們看 果然是非常的好吃 那他們這樣的口味啊 這樣他們的價格 其實都非常的親密 也非常的合理 那這邊呢是高雄的鳳山區 等一下我們稍微結帳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結算 我們今天這樣全部吃下來 會花多少錢 喂 全包被我捨壞了 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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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包怎麼被我捨壞掉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 好可憐 好難過 好不好結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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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妳公司 我吃了十四樣菜 然後我剛才加點 那麼多的飲料之類的 我這四千塊有找耶 有找 也太強了吧 高雄就是一個好處 高雄家 真的親民家 而且我們後來發現啊 這邊其實停車比較方便耶 是啊 前面有個停車場 走路一分鐘 對 所以真的 你不管是開車來也好 或者是你要喝酒的話 這邊其實也有做代價的那個服 對不對 也會幫你交代價 所以這邊不管是你喝酒的 你不喝酒的 不管這邊吃得很飽 吃得很開心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集呢 想吃東西的 想喝好喝的 不管怎麼樣 想感受日式料理的 就來高雄放菜的封建機 就對了 謝謝老闆 好啦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你也別忘了 如果想知道最新的菜式的話 可以訂閱封建機的粉絲專頁 OK 好不好 然後呢 喜歡這影片的話 請分享出去 然後呢 按讚 打開小鈴鐺 並且訂閱好不好 我們就好老闆 我們下次見 拜拜